六個國中慶祝綜號56周年 今天早起是特別基盤慶祝台會 以及綜號的運動會 好好示範,各位綜藝將政府這支推動的散打政策 變成是運動館的綜藝集團 這些小孩無論是不得 那些是行動叫 大家都各位綜藝將政策散打進去 外面的表現當中 讓參加的貴賓和學生都留下,沈起金秀 沖完活力還有綜藝的運動館集團 讓每一位曾經參加的貴賓都獨立的感覺 六個國中慶祝綜號56周年 是特別將政府這支選舉的政策 跟在運動會裡面 讓學生如何典現他們的想法和綜藝 我們是不要人拒絕宜藝跟檳榔 然後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學 抽菸跟吃檳榔 那會怎麼樣 會對身體不好啊 我覺得在入國中 不是人家想像中的不是那麼壞 我覺得可以在山上的國中 是一個不錯的 而且可以看比較遠的地方 現代人越生越久 為沒有人國中修校的學生人數 就可以清楚知道 原本六個國中的全校屬性 整個運動中都能排到麻麻 現在差不多只剩一半 大概有150人左右 雖然學生人數每年減少的現象 不過六個國中也自己能做學校地識 就希望留下六個鄉的主題 竟然外地學生真來突出 其實我一直要求我們的入國中 我們的校長還有所有的老師 一定要把我們入中的這種小校的特色做好 然後若使我們孩子在這裡受教的話 跟外面的一些成像的差距縮減到最低 這樣才可以讓我們家 所謂的家庭管理說 跟我們的孩子 放入入國中 來接受我們國中三年的一個醫護教育 那今天鹿谷國中可以有這麼可愛 活潑的氣氛 是因為我們真的是一家人 從來沒有一個孩子在我面前走過 他會閃避 他都會直直的朝我走過來 而且開心的跟我打招呼 我想我們能夠用直接的溝通 來取代一層一層的管理 就是我們鹿谷國中 越來越好最大的證明 最有學勤運動會 來電台的學生的學識成果 可以作為最有第四個表演 方表示 給發生快樂達成的快樂行動 是好好地上能力的目標 以這天創作舞台 也讓他們能夠建立自身和不用創意 既然王主如常步動